有三五年出生 所以那时候两岁多 不到三岁 有些事情呢 就也有一些个模糊的记忆 对我们呢 也是非常疼爱的 回来以后 跟我们聊一聊 抱我哥哥什么的 在我的记忆里 他曾经为我们俩呢 亲手缝制了小军服 我记得还有 这个奸章 还有这个小靴子 然后我们传上以后 当时我对着镜子照一照 那就觉得特别的高兴 从济世起 赵学芬就在经历着一段 漂泊无助的苦涩岁月 印象中 他一直拉着母亲的手 跟着家人辗转河南山丘 开封登地 到处流浪 最后回到山东老家 这个童年的生活呢 就是 受罪太多了 在家里也不安生 也就东躲西藏 于是我母亲呢 那就是也给安插了一个 供销人的家里 我们就过的日子呢 就是九死一生的生活 所以对我的刺激最大的 就是这个童年的生活 觉得太苦了 赵登宇训国之后 赵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 过着隐性埋名的生活 这段时间里 赵学芬母亲的精神状态很不好 赵学芬甚至看不到母亲的笑容 后来听其他的长辈说 母亲是因为过度思念自己的丈夫 才会如此 那父亲赵登宇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父亲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年幼的赵学芬 渴望能了解更多 那会儿就有一些出钱的印象 反正我的印象里 我父亲是一个 首先他是军人嘛 爱家庭 孝敬父母 对孩子也非常疼爱 他就讲了 说你们长大了 也要三军保卫国家 从小要爱自己的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赵学芬的亲戚长辈 都对赵登宇的事迹 讳莫如深 只有一件赵登宇打虎的故事 长辈们经常和赵学芬提起 有一个紧急的任务 要翻过山去送一封信 结果就找到我父亲 于是他接受任务 他没想到刚上山 不算太高的时候 一下就从山后 窜出一只猛虎来 他当时又也吓得 他说还真有猛虎 这个猛虎呢 身长六七尺 后来一两 他这个当时也挺心惊的 他说后来 他说反正 我如果不跟他打 最后他也得给我咬死 他就突然一窜 上到那个虎的身上了 一手就把那个虎皮 那脑袋后面那点 抓得特别紧 使劲打着老虎 往头上 脑袋上 一切打 打了那么一阵子 当然他是用劲力很大的 老虎也有点晕了 好像 他就后来又往身上打 这个最后呢 虎也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有点 但是他自己呢 也被虎这个抓挠啊 是衣服 什么的也都抓破了 这在这时候猎虎们就过来了 赶紧呢就 把我父亲爷给拉到一边 把这个虎啊 就给他当时捆起来了 捆起来就抬着 抬着到他山下 这个故事 让赵学芬对父亲 充满了崇敬之情 时光如梭 赵学芬渐渐长大 懂事 他终于从亲戚长辈们口中 得知了一些 当年父亲抗日的英雄事迹 在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时期 神州大地流行着这样一首歌 不论在战场上 还是在农田里 都时常会想起这段旋律 就说这《大刀经》曲啊 是麦芯写的 写的在抗战馆 原来就有他的手稿 他写完以后 在上海搞了一次演唱 说他歌比较晚 然后呢 他说站上了 给他弄个铁架子 站上猛力的指挥啊 就唱那歌 结果把那个指挥棒都断了 所以从此呢 这个《大刀经》曲呢 就唱成那个《大刀经》的城市 都唱出来了 西风口是位于尊化东北方向 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卡 是烟山山脉东段的爱口 路通南北 若突破此处 日军便可畅通无阻地 进攻华北平原 开始是谁来把守呢 是东北军万福林军队 没想到刚跟日本一交战 这个军队就溃败了 也可以说不敢跟他们面对 当然也死伤不少 最后就逃兵 就要下来 可是这时候也不能 完全就不抵抗了嘛 蒋介石听说这命令呢 他就是命令宋哲言 宋哲言不是二九军军长 就说这个任务交给你 来驻守长城的 一些重要的爱口 宋哲言将军呢 一想 他就想到了赵登宇 说他是很顽强 而且有懂得战术的 就命令他 说你啊 带着打造队 还有一些部队吧 有几个精兵的旅啊 到这个西风口去接防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前身是西北军 当年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 因为部队扩充快 枪支弹药不足 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 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 有中央军 东北军等多支部队 相比之下 二十九军的装备最差 想要在战场上发挥优势 二十九军必须苦练大刀武功 就当时呢 像我父亲她那个 那她是非常精通大刀的 就是他们要练的时候吧 说十几个人来 就来真枪来打嘛 都不能近身 她在练刀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呢 就让战士用那个大刀往这撒 等她练飞舞的大刀 就练一会儿一看 周围一米 一个斗粒都见不到 就是很精良的 那么她那刀呢也是消铁如泥 你要弄着一落银元 爬下去 就整个得砍刀 所以这样一来呢 她培养出了很多精兵 很多精兵 这个 可是日本还不太晓得这个 就是这样一支 以白刃肉搏为主要打法的队伍 想要对抗武器精良的日军 仅凭刀法武艺 过人胆识是远远不够的 赵登宇率军行进喜风口 盘算着进攻战术 刚到那一看 日本已经把洗风口的高地给占领了 所以这个就没法打 我父亲指挥那就是你不能 特别近不行 特别远也不行 在适当的时候 就一声令下 一下子都从战壕里穿出来 穿出来就用的都是炸刀 把敌人那三下五十块都 当时日本他惊呆了 他不知道怎么出现了这个打刀的是怎么着 给他们砍死了 当时就一二百人 这时候日本也有点蒙了 他想可能还有别的呢吧 就害怕了 这次正面交锋 日军对赵登宇和大刀队 有了深刻沉痛的印象 日军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赵登宇又开始酝酿着异常奇袭 我父亲又精选了一些人 一共带的有两千多人吧 说咱们开始夜里就走 夜里走 但是走啊 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是翻山越岭 还有过河 那个鸾河 最后绕到泡云阵地 这样的路沿路 你因为一走又黄 这时候我父亲呢 因为在头两天的战斗当中 腿部已经受伤 腿部受伤呢 他就 那个士兵说您别去了 他说那不行 经过包扎以后 他还是走在前面 就带着他们 这个翻山越岭过河 最后到达了这个炮兵阵地的后面 这时候呢 也不能休息 一看那一点动静没有 说我们现在不要拾手榴弹 也不要惊动他们 等着我们 上好了以后 因为去的时候就有分工了 哪个人在什么地方 哪个人在什么地方 上了以后 然后他一发令 一发令 说开始 就开始掀开了帐篷 有的把他那个睡袋啪一拉 他那因为睡的时候 你想他都是头多冲一边不是嘛 脑子都是跟切袖子啪 脑袋全切了 又他们都没反应 我说这是什么呀 以为做梦呢 再一看呢 人头满地滚 血流成河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 有的 血过味儿的 大喊说 天兵天将来了 快跑 刚说跑 出去 出去外面 士兵都布置好了 照样给他们砍了 所以这一 一仗下来 就是 帐篷里睡袋里 这些人几乎就全消灭了 加起来一会儿四百多人 砍的脑袋就四百多 你想这个人 脑袋满地滚了 喜风口战役 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这场战役的热血经历 在此后的抗日战场上 激励着无数的抗日英雄前赴后继 1933年的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 明治大帝造兵以来 皇军名誉尽丧于喜风口外 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后来又俘虏了日本兵啊 发现了一个情况 怎么了 说他这脖子上带着东西 后来一看 什么呀 皮子的 再一看里头 是钢片 这说你们这是什么 经过一了解 这叫他弄的铁围脖 这个就怕打倒砍啊 怕怕都带上铁围脖了 他这是一种护具了 这个一看见这个 他们就说戏风口 他什么不敢再来了 根据亲戚长辈的讲述 赵学芬心中的父亲形象 清晰了许多 他记起当年父亲打仗的时候 偶尔回家看看 身后就背了这么一把大刀 但是突然有一次 父亲离开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日本的不发 那鲁围脚事变了 其中在这之前 我父亲呢 在三七年的四月 就回家一趟 那场面也是很动人的 有我母亲抱着我 我哥哥在旁边站着 我哥哥四岁多了 我两岁多 还有我奶奶坐在那 我父亲呢就是 一身的军装 马上就要离开 就上战场了 身背大刀 枪都带着 后来临走呢 后来又给我奶奶磕头 她说 三二你别走等着 她走到屋里把 我父亲洗风口 抗战得的那个奖章 给我父亲亲自带上 儿子 自顾忠孝不能量全 为了天下人 这就是大孝了 你走吧 我懂 这是赵学芬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当她问及父亲后来的情况时 亲戚长辈们 无补动容感慨 1937年 侵华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之后 紧接着进攻南苑 此地作为北平的南大门 不容有失 二十九军驻守在此 惨烈的南苑保卫战开始 南苑原来呢 还是很牢固的 后来蒋介石的命令 说你们拆除攻势 这个咱们要跟日本组合了 后来一看日本真的又调兵了 着急了 于是呢 那个在南苑那儿有一个兵营 是二十九军的军部 那组织了大批的学生兵 招兵 有的大学生 有的高中生 招了就有三千人 在那集训 当时 佟林阁将军 就在那总负责这个 对于学生兵 进行四项教育 还有一个叫张寿玲 教育长 在这时候 宋将军就想到了 这不行 南苑这儿还没有人 人不够 于是呢 就下令 让我父亲 你二十七号 就必须到南苑 命令你为这个南苑总指挥 把你的兵带到南苑去 南苑地势一片坦途 无险可守 加持守军内部有汉奸出卖情报 部队在坚守一天之后 很难再抵挡住日军的飞机打炮 随后 部队奉命撤回到大鸿门一带 不料在途中遭遇日军伏击 赵灯宇正处在伏击圈中 乱战之下 不幸重担 当时他说了 你们不要对我关心 回到城里有我的老母亲 我估计好不了了啊 牺牲的消息告诉我的母亲 这个 就说我对得起祖宗 我一定要为国家 来献住自己的生命 他说这个军人战死沙场 那是 那就是应该尽的义务 日本兵喜欢侮辱敌将尸体 以此彰显军威 所以赵灯宇的部下 把尸体简单地掩埋一下之后 跑到附近的龙泉寺求助 这个龙泉寺呢 跟二十九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市民一想 上这儿来吧 就跟那方丈讲 说赵市长已经阵亡了 说我们把尸体 您看能不能停到这儿 方丈一停都很难过 就连夜到这个西省的地点 大屋门那儿 就把我父亲抬回来 抬回来以后 他们准备了一口棺材 是黑色的 就把我父亲的尸体的血迹 都清洗以后放在棺木里 但是这个棺材呢 没有写任何名字 然后因为不敢写了 就停在一个 我当时后来去的时候看到 有一间房子不大 十二三平米吧 有两个板凳 这一个板凳这边 就把那棺材 蹬到上的 在那放着 就停留在这边 这一放不要紧 就一直是 一直到抗产胜利 放了九年 在离开北平之前 赵学芬一家人 来到了龙泉寺 拜祭了赵登宇的遗体 后来我母亲 都哭得死去回来 因为她还有身孕 我一个妹妹 在十月份才生 算姨父子 那些方丈讲 她说你们不要难过了 我母亲非要把棺材打开 那人家难了 她说赵将军没有死 她还活着 她一听着又挺高兴的 她说我们夜里啊 常听到将军 在出操 在喊号 有时候听见有马蹄声什么的 打日本什么的 这些都听得见 她说她没有死 后来我原来也一直办 就不明白 后来我才理解说这是精神 说虽然人不在了 但是精神不死 这样呢 以此来安慰我母亲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国民政府在北平中山公园内 为赵登宇和佟林阁两位将军 举行公祭大会 赵登宇生前说过 军人抗战有死无生 卢沟桥桥 就是我们的坟墓 所以人们将赵登宇的灵鹫 由龙泉寺起灵 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 安葬 我们都不知道说那天就要过葬 结果也都没回去 后来才听说的 结果呢 我这个出席到这个安葬的仪式的时候 儿是佟将军的儿子 叫佟兵啊 跟我非常要好 他就替的是我哥哥 说我为赵大叔打分 他的妹妹 说我就替帽奥顶我 来安葬我父亲 所以当时听的这 心里都相当难过 直到1949年 赵学芬一家 终于回到了北京 听说解放了 说应该回去了 正要走 没想到北京市政府派人 到打听啊 我方正常有一套房子 说这房子一问 因为我老了 当时还在北京 他在三岩井住 景山那一问 这房子是赵登宇将军的 就派人去接我们 这样给我们带回北京 就住在原来的房子上 从此之后呢 就是奇风普雨的日子 才算结束 真正的有了安定的生活 我母亲呢 就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么多年没乐 后来呢 我站那一边呢 就掉下眼泪 我觉得啊 还是党和国家 对父亲的关系 我们兄妹呢 也有了求学的机会 安定的新生活 让赵家人 渐渐走出了十多年的痛苦阴影 赵学芬开始寻访父亲的老部下 老朋友 他希望能更详尽地了解父亲 后来是叫这个谁 郭家峰 他在起风口抗战的时候 他是一个副旅长 他写了一些东西 写了 我父亲那些事呢 他非常清楚 他就心思写了回忆录 写了赵东宇传 还有一些叫张克霞 张克霞呢 他是二十九军的参谋长 也是跟我父亲相当说 他也是写了东西 还有档案馆 图书馆等等查好资料 一直我都到那 我说怎么办呢 有的就自己复印下来 把这资料都记列起来 在此之后 赵学芬开始有意识地 将有关父亲的抗战事迹 讲给更多的人听 他希望人们能够 永远铭记那段抗战历史 2014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纪念日 赵学芬在抗战纪念馆 和一些学生 参加抗战宣传活动 这其中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言行 让赵学芬感到不安 因为有一个北大的学生 就跟我旁边 可是有一个人 他就说了 他说您知道他就是日本留学 就在我们北大 他说他不管怎么说 他从来不承认 所有日本人到中国来侵略 我说是这样是他一个吗 他说不是 日本的留学生不少都不承认这件事 后来我就跟那同学 我说你现在就跟他讲侵略 你就跟他说我的父亲就是被日本杀害的 当时他点了点头 所以这个看起来他日本这个 他根本就不讲真实的历史 说真的我们在教育这方面做的也很不够 最近几年好多了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还要加强教育 加强教育 我们确实不忘历史 你自己国家要是衰弱的话 还照着受欺负 你忘了这个灾难 那就是很危险的 如今卢沟桥已经是北京城的 一个重要旅游景点 乾隆欲提的卢沟享乐 姿态各异的石狮子 都是吸引游客的景观 但是赵学芬老人说 他的父亲常年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国人最应该记住的 是在这里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第一枪 是在这里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 是在这里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 是在这里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